天龙霸布的第一步 记住 先说服你自己 我们有很多的新人 你们也推荐了很多的新人 为什么那么多人放弃 其实绝大部分的 伙伴或者是这样 之所以放弃 不是他要放弃 而是因为他碰到很多的钉子 那为什么他们碰到钉子呢 为什么他说服不了人呢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产品给销售出去呢 为什么他不能够像我们一样 能够推荐到人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各位你想想看 假设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时候 你如何又让别人来相信呢 你对产品没有信心 你如何销售安利的产品呢 你对安利这家企业 对安利这家公司 对安利的制度 对安利的严谨未来 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如何去说服别人加入成为安利的直销商呢 各位伙伴 各位朋友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先说服你自己 不是你听了一堂课之后 或者参加一场会议之后 你就很兴奋 然后你说 我相信了安利这个事业 我觉得这一种所谓的信心是受外来的影响的 真正的信心是从内心自己去建立起来的 换一句话讲 真正的信心是你必须要说服你自己 也只有你才能够说服你自己 事实上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所谓顽固的对象 我有一些伙伴 我叫服务员 哇这个人 很难推荐 这个人 很难影响 这个人很固执 各位 我觉得 有些时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 反而有些时候 固执的对象 反而比较好 因为你想想看 假设 你推荐的那一些人是 很容易被影响的 三两下子就被你这个影响了 就被你说服的 值得高兴吗 值得兴奋吗 他今天被你说服了 他明天又被别人说服了 他今天 他听了你的 这个说明 他觉得安利很好 明天他受到另外的人的影响 他说安利不好 他马上放弃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以其如此不如 我们去面对那一些 我们认为是比较固执的人 各位你知道吗 像我就是很固执的一个人 因为很多人讲说 金牛座的人很固执 我就是金牛座的人 我很难被说服的 我在1977年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讲案例的 你们都知道 是陈观天 我的这个 好同学 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团队里面最成功 这个 业绩做了最大的一个 领导人 那陈观天 很不幸的 他这个 等于说是过世了 他是我大学的 这个 同学 各位你知道吗 以陈观天的 这个条件 以他的说服力 以他的能力 各位 你看他今天 他的团队这么大 他是我的整个组织网里面 最大的 最成功的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个 领导人做到2C 或DD或钻石 光是做到FC 或皇冠大使的 在他的组织网里面 超过10位 你说他 没有说服力吗 我告诉你 陈观天是很有说服力的 OK 我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你们有机会 拿一些 他以前讲的一些CD 来好好听一听 他有很多很好的一些 观念 值得我们去跟他学习的 那为什么当时 他说服不了我呢 是不是因为我太难说服了 其实不是的 老师跟你讲 1977年 陈观天加入的时候 事实上他只不过加入案例 就好像我们很多人 加入案例 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案例 所以当时他自己 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做案例 换一句话讲 他没有说服他自己 案例是最佳的选择 所以他说服不了我 事实上 他连他自己都没有说服 当然很快的 不到半年 他也把案例给放弃掉了 可是后来 为什么我被说服了 我加入案例 我的推荐人 他并没有说服我 其实我只不过 想试试看 OK 可是 开始的时候两个月 真的是挂零的 刚才我讲了 我运气很好 我碰到Jerry 他启发了我 他影响了我 他说服了我 那为什么 Dr.Jerry 他能够说服我呢 是不是因为他是 翡翠 是不是因为他是 这个 专业人士 是一个医生 我告诉你 不是的 他之所以能够说服我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相信 OK 他自己已经被说服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他的过程 其实上他加入案例 是因为他太太的关系 是Angela先加入的 他是为了买产品 加入 那Dr.Jerry 当然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牙科医师 他是马来西亚的牙医工会的理事长 所以他非常小心 他怕万一这个事业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 这样可能会影响到 他的这一个形象 跟他的这一个声望 所以他就开始 去了解案例这个事业 他开始收集很多的 这一个资料 他开始研读很多的 一些有关案例的一些报道 各位 你有没有像Dr.Jerry一样呢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 一开始做案例的时候 就马上去销售 马上去推荐 怪不得到处碰钉子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理解 什么是案例这个事业 更何况说 你会相信案例这个事业 所以有些人 我相信案例 事实上我不觉得 你真正的相信案例这个事业 因为如果你相信的话 我绝对相信 你有能力去说服任何一个人 所以Dr.Jerry 他不断的收集资料 不断的去了解 探讨案例这个事业 他甚至写信到 英国的这个杂志 去问有关案例事业在英国的发展情况 而且还不满意 他亲自到美国领事馆去 问有关案例这家公司 当他发掘到案例是零负债的 当他发掘案例是这么成功的一家企业 形象那么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被说服了 当他自己被说服的时候 他的这个力量就有了 所以他可以发展这么大的这个事业 他可以推荐那么多人 他可以影响那么多人 他可以说服那么多人 是因为他说服了他自己 所以各位佛伴 天龙八部 第一步就是 你一定要先说服你自己 你说服了你自己 你就可以进入第二步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